民眾人手一杯咖啡 而咖啡裡頭富含咖啡因 能夠讓大腦分泌多巴胺 刺激腎上腺素 只不過大量飲用 恐怕會對身體造成負擔 不少民眾都有喝咖啡的習慣 而攝取咖啡因 能夠讓大腦分泌多巴胺 產生幸福感 但是有國外研究發現 如果攝取過量 反而會降低幸福感 根據國外研究結果顯示 民眾每天飲用一到三杯咖啡 能夠些微提升幸福感 但如果每天攝取超過四杯咖啡 則會讓幸福感程度降低百分之三 研究也發現 如果每天攝取超過四杯含咖啡因的咖啡 可能產生頭痛、失眠、緊張、陰霧等八項副作用 雖然咖啡因能夠作為中樞神經的興奮劑 但營養師建議民眾 每天最多攝取三百毫克的咖啡因 而且最好在下午兩點前攝取完畢 如果有腎臟、心臟疾病或是三高等毒群 也要避免攝取過量 以免造成身體負擔 華視新聞 順財要及陳之學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勢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